那第一個,這force field optimization呢,它如果大家有了解分子動力學的話,會知道其實做分子動力學最容易遇到的問題就是你沒有一個合適的描述你的材料系統的force field 那這時候怎麼辦呢,這時候可能你今天就是要做一個新材料,那可能你就得從低原理出發去先做一些簡單的域計算 然後從低原理計算出來的能量或是力等等的資訊,然後去得到一個基準值 然後來做一個force field的校正跟優化 那Media就是有提供這樣的一個功能讓我們去做一個使用 那首先呢,我們這一次舉的例子呢,是用LIMBO3來做一個示範 那首先就是當然就是準備你的晶體結構嘛,那我們就是一樣用Informatica來做 那在社群裡面找到LIMBO3,然後去找到R3CH這個Space Group的LIMBO3來做起始結構 那我們點view,view之後我們會得到這個結構,那一樣我們就是先用VASP去優化它的金格 那因為這個結構呢,本身比較大,所以我們為了節省一些計算資源 我們會把projection去改成real space,然後precision改成accurate 那得到了優化過後的金格結構之後,因爲LIMBO3本身呢,它對於 Also Home Big的Supercell會比較 處理會比較好,處理效果上會比較好 所以我們會把這個斜方金去做成正交形狀的cell 然後我們就是用剛剛supercell裡面,然後去選到custom,然後去做abcustom的一個自訂化的那個設定 然後得到右邊這個supercell 得到一個新的supercell之後,我們還是要再做一次structured optimization 因為我們現在是要去做一個新的經驗參數的設定,所以我們當然是希望他我們前面準備出來的資料是越準確越好,越接近實驗越好 所以呢,我們就會做比較多步,多個步驟的優化 那再做一次VASP金格優化 優化完之後呢,我們會先去做一個DFT的MD去得到它的軌跡檔 那這樣子我們在做後續的phosphate optimization的時候,它有比較多的數據可以去做一個回歸 那這邊就是簡單看一下我們的設定,就是molecule type of calculation去選到molecule dynamics 然後ensemble是用canonical的 MVT的計算就是定容、定溫 然後我們總共做200個fental seconds 那每一步是四個phental seconds 也就是說我做50步的計算 然後我每一步就存一個結構出來 那我的溫度呢,我就從298K一路升到998K 那這整個是我們DFTMD的一個設定 然後說完出來的軌跡檔呢 我們去把它做為一個structure list來讀入 那這個是media的一個功能 它可以把你 你今天可能想要做 很多個不同的結構去做類似的事情 相似的事情的時候 我們可以先把它寫成一個list structure list的方式 然後讓它去做處理 那這邊就是一個structure list的一個運用的方式 那我們將軌跡檔做成structure list讀入 讀完之後呢,我們要先 預讀一個我們要去修正的force field的檔案 那我們這邊就是用 inorganic lmbO3 initial這個frc檔 force field檔 讀進來之後呢,我們用到media另一個很便利的功能 叫flow chart 它可以去自己去設定我們的工作流程 然後來 來讓你比較清楚的了解說 我今天這個job 我的每一步中間是要做些什麼事情 那我們今天這一步呢 這個job呢 我們可能只做force field optimizer 所以我們就是選了這一步 然後點開之後 它會要你讀你要修正的force field 那我們一樣是做這個initial的修正 讀進來之後呢 去找到你剛剛存出來的structure list 然後 讀完然後按yes 之後呢 我們把 我們要選的是 用force跟stress來做 來做一個回歸的比例的項目基準 那我們這邊force的比重我們選到100 然後呢 我們再來在下面set supercell裡面 我們把supercell做大一點 因為這樣子我們統計下 統計的結果來說你的數量越多會越準確嘛 所以我們把supercell先設定成4乘3乘2 OK OK 然後 下面這邊的fitting data 我們在maxforce這邊呢 sword ascending 然後我們要去設定一個新的weight 然後我們就是把我們 小於5小於6的 maxforce小於6的 的結構呢 我們的weighting都設成10 好不好我講錯了 然後force大於5的地方 對好沒事然後 force大於5的我們把它set as validation 然後到這邊呢到force field這邊就是可以去選 就是這邊就可以看到我們這force field 對這結構的描述有哪些項目 那因為我們今天針對的是NB對O這一個 見解可能不太準確 所以我們就是把就是指勾選了 A跟RHO NBO這裡面的A跟RHO 去勾選起來做optimize 然後把RHO的upper bound 就是我們把它限制在0.5 不要讓它超過0.5 然後最後這邊這邊就可以看到我們 呃優化完的結果 那這邊用密度來講的話 實驗的密度呢是4.628 那vespa本身算出來是4.683 那我們用的剛剛那個initial的bucky함的force field的描述的話 會是3.647 那優化完之後可以到4.847 那大家可能會想說 欸那這樣優化完好像還是沒有比vespa算得準 那我到底為什麼要去優化這件事情呢 那其實我們呃這樣一整天下來 大家應該也有發現其實vespa能做的呃結構啊 它的原子數量其實都不算多 它的系統都沒辦法太大 不然它的計算量會其實會非常高的 可是有些結構可能我想要看的物理現象 它就是必須要在非常大的系統下 或是比較長時間 有有時間線有時間性有溫度像 不一樣的變化來看到一些現象跟反應的話 vespa其實就沒有那麼適合來做一個計算 那我們就會去選用到分子動力學 那分子動力學就會遇到我剛才說的呃 你沒有一個很好描述的force field來做描述 像這邊那如果密度描述了一個3.647 那跟實驗差了將近一 那你很難去說服人家說那你後面算出來的其他物理性質 是呃符合實驗現象的 所以呢就會用這個方法去把我們現有的force field的 描述出來的的精準度去提高到 跟呃低遠離有一樣高的 呃准度 那這樣子我們後面的計算才會比較有說服性 等等等先回來看一下 也是 哦 你算完 我們這邊我們這邊也稍微帶一下這個FFO的一個操作好了 那剛剛說了嗎 首先要先有 呃晶體結構 所以我們現在Informatica這邊search 到 Li O3 Round search 好 然後我們要找到 R3CH 那我們就直接View OK 之後呢我們就可以先來 做一下 Altimize 那我們這邊 Volume Volume 跟Shape都要讓它Allow 可以去做 做 Change 然後 Projection 改成real space OK 我Increase PlanWaveCuttle 把它勾起來 因為我們要讓它描述的很準確 OK OK 好 然後這樣就可以先下去做一個 PT 不知道會不會被 擋住 PT 可以帥 我們就是 放一下 好 好 看它有沒有算完 好它沒有算完的話 我們這邊直接用 呃原廠提供的 辦例來做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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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 這邊就可以看到 然後 Minimize完之後 這個是 Minimize完之後的結構嘛 我們就先不等它算了 然後我們這邊就是 Build Supercell 到Custom這邊 然後這邊改成 1 2 好 然後得到這個結構之後 一樣下去算 另一個 Autimization 那我們其實這邊也有 檔案 那我們這邊就直接開起來 好 其實這邊就是 一樣做完這些計算之後呢 我們就是要來做 DFTMD的設定嘛 那我們這邊選到了MoleculeDynamic 然後這邊改成Canonical 200 298到998K 然後看一下 OK 那就這樣 那這樣子就設定完 那這樣子就設定完 一樣去 它的MD 那因為這時間關係 我們這邊就不做 不做計算了 這邊也算完了 其實這也不用開了 因為剛剛也開過了 好 然後再來就是我們要有 Structure List 先來看一下 好 那我們就這邊也是直接用它提供的檔案來做一個示範好了 那我們就是OpenStructure List 打開之後就會到這裡 開完之後我們這邊就可以先關掉 然後選Job到NewJob這邊 會出現我們的FlowChart 那 FlowChart這邊其實 以OpenLibrary來說 等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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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現在同時要它做計算跟 操作可能有點吃力 好 Open 在這邊OpenLibrary裡面有一些原廠自己提供的 針對不同的題目啊 會有它一些可以直接套用的 FlowChart 比如說 Facebook來說 可能你想看Structure Optimization 加上沒有點Quenture 它就會有這樣子 然後你就可以自己去 稍微看一下 然後 做一些 那個調整 那就可以比較快速的得到 去做到你想要做到的事情 好 那 這個先關掉 好 然後我們這邊FaceView應該要先Read一下 好 然後 我們這邊FaceView應該要先Read一下 好 好 TX也算完了 等一下 OK 我們要找到 然後 找到我們Initial的FRC先讀進來 這樣我們在FaceView這邊就可以看到Inorganic這個嘛 然後我們就可以FindFaceView AtomType FindFaceViewCharge 去把我們自己定義那個每一種元素它的FaceView分別或是誰 好 好 NewJob之後我們找到FaceView FaceVie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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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ptimizer 點出來之後呢 點它兩下 那就會去讀剛剛我們說的Initial的 讀完之後呢就會有這個 這個視窗 那我們Fitting Data 我們要先Import 剛剛的judge list 好 就先Yes 好 然後我們這邊要把Energy拿掉 然後改成Face跟Stress Wait改成一方 OK 然後 FaceView這邊 這邊還有一些東西要設定 這邊先鎖得Sending 小於6之間 這裡 我們先SetNewWeight 這個NewWeight 設成10 OK 然後 如果是大於5的 把它SetAsValidation OK 到FaceView這邊 到FaceView這邊 找到NBO的A跟RHO 把它勾起來做Optimize 然後RHO的UpperBound我們改成0.5 是0.5嗎 對0.5好 然後 後面就可以先不用管它 就OK 那這邊Photoshop其實也可以看一下 它做了什麼事情 那它就是做了 好 沒關係 這個比較複雜 我們就讓它Default就好了 那我們這邊就可以設個名字 這個叫Li RNB O3 的FFO 下去算一下 一樣 習慣過來看一眼 好 再Run 就先讓它Run 那我們再回到剛剛的TransitionStateSearch 來看 我們來看一下它算出來的結果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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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看一下NMH發生了什麼事情 這個 像這個東西其實 這種奇怪的結構 比較多是我們一開始的 呃 Final Configure跟Initial Configure沒有設的很精準 那其實這個大家就是 以後在做Job的時候其實要稍微注意一下 但是其實我們可以看到這個點 TransitionState來說 它是有得到我們剛剛 Pt 這裡面看到的 這個我們這個反應的TransitionState其實就是長這樣 所以其實這一次這個計算它還是有找到我們的TransitionState 只是這中間可能有幾個點 我們可能切的太細了 所以它會出現一些 呃 比較奇怪的能量點 好 這邊就稍微示範一下 就是TSS的整個 整個 整個做的流程大概就是這樣子 OK 好 然後FFO這邊也算完了 那我們可以點進來看一眼 就是 大致下面就是會做一些RMCD的 呃一些數據的呈現這樣子 讓大家看一下 然後也可以看到 這裡有 training的一些 數據點的收斂 然後Validation的收斂 我們回到PPT來看這邊的最後結果 這上面就是一些它的剛剛有給也有秀出來 就是job.out裡面它去秀的一些東西 然後它優化之後的coefficient啊 或是它的回歸線是什麼樣子 然後 然後 R square啊 有多少 最後的 得到的結果 那我們就是最後得到的結論 就是它的密度是有得到一個很好的優化的 OK好然後這邊呢就是 它一些OPT FFOPT它的一個回歸線的一個狀況 但是它可以看到回歸的呃表現得還不錯 那 前面那是建立在你有現有的 呃Foss Fill 然後去做一個優化的前提 呃現在有更多 現在有一個很流行的方法 就是大家也知道 現在機器學習跟AI非常流行嘛 所以大家呃有科學家 很厲害的科學家 他們就發展出了 用Machine Learning直接去做 設計出一套新的Potential的方法 那就叫Machine Learning Potential 像MLP 那我們Media也可以用這個MLP的方法去 Generate一個新的 呃 新的Foss Fill來做一個描述 那 呃 這邊就是也是簡單的示範一下怎麼去做這件事情 那我們就在Foss Fill裡面 去選到Machine Learning Potential 去找到你的準備好的Training Training Set 就是你的Structure List 那打開裡面會是像這樣 然後一樣到剛剛Foss Fill裡面 但是我們就是該選成MLP Generator 然後選到你的Training Set 下面就是一些 呃 選擇你的迭代的一些選項 那大家如果呃有興趣的話 其實也可以去各個選項去研究一下 再調整一下 那在後面就是很快就是可以算出來 它新Generate出來的這個Machine Learning Potential 那 建立出來之後 Generate Generate出來之後的Machine Learning Potential 就可以直接在Media裡面去當作你後面的 呃MD MD的Foss Fill來做後面的計算這樣子 那 這個呃 我就不 不特別操作了 那 那 我看一下 好 那今天的課程就到這邊結束了 請問 請問一下 請問一下 要不提再問一下 請問一下